2月27日 有媒体晒出许慧周写老婆外出的画面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 许慧周穿着黑色羽绒服和牛仔裤 染着红色头发 气质在人群中相当出众 妻子则是一身打扮相当浮素 还剪脏了长发 乍一看有点像余淑欣 两人虽然一前一后的行径 但还是没少互动 张盛英伸手为老公整理衣领 搭在老公的肩膀上 因为上衣太胆 所以张盛英还露出了小玩腰 估计身亡孩子还不到半年 就恢复了好身材 这说明曝光明星可以做到 促人也可以 徐慧周也长过头来 和妻子说恰恰话 两人身高差很般配 但其实看起来也非常甜蜜 去年3月10日 徐慧周毫无预兆地关心自己领阵了 据悉两人在一起 已经长达四年的时间 居然都没被媒体拍到过 可见他将自己的老婆保护得有多好 去年10月 有媒体曝光张盛英和保姆现身医院的画面 值得一提的是 保姆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 张盛英走路还需要搀扶 可能是场后还没有完全恢复 如今徐慧周爱情事业双分收 最后也祝大家永远幸福吧